如何速刷机械零件 怎样快速获得想要的七级芯片 接下来马上帮你解决所有问题 大家好我是一年三分离属 天头见识光线的魔法美少女游戏宅玩家 今天就和大家聊聊关于装备芯片的话题吧 首先如何速刷机械零件 在当前版中 机械零件的稳定获得方式 共有四种分别式 去投影关卡中刷BOSS开启投影宝箱 一次可以获得几个或者几十个机械零件 这种方法最远种效率最低 第二个方法就是直接分解芯片 一个算力四的芯片就能卖270个机械零件 要穿这种方法一起干地 已经实现了零件自由 第三种方法和前者游戏相似 只不过是考验玩家的刻度 就是抽机械宝箱 然后再分解 不计只要家里没矿的话 小伙伴应该很少会用这种方式吧 第四种就是每日钱到了 一个月白嫖一千机械零件 高高的 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获得方式 那么老宅就不知道了 有知道的大佬可以在下方讨论区指点一下 老宅感情不尽 至于装备芯片的精准获得方式 在当下只有武器可以百分百做到 而且只有一个强力要求 那就是变须绿色以上 而且只有一个基板 我们以这个自带基板召唤的法环为例 先给它打孔 然后再进行分解 就必定会拿到一个一级的基板召唤芯片 所以按照这种方法 才有唯一的机会可以拿到精准的七级芯片 但是之前的方法貌似官方已经修复了 所以老宅就不重复叙述了 至于技能芯片 则是根据你分解的位置的装备决定的 例如视频就会获得一个圆形的主动技能芯片 文件搭控的衣服 则会随机获得咱们职业第三页的方形技能芯片 文件搭控鞋子则是职业第二页的技能芯片 如果是帽子的话 自然是左侧第一页了 当然了 最方便快捷的方法 还是找大佬戴72层的投影关卡 因为它可以直接拿到算力更高的芯片 如果有这种人又善良又有时间 还能无常戴的大佬 麻烦给老宅来一胆 毕竟我呀也是个渣渣 那么今天就先聊这些吧 我是日哥UP主游戏展玩家点赞加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